大家好 这里是图灵完备信息科技 那我们今天来讲 神奥理解计算机系统的 第四章的第二节 逻辑设计和硬件控制语言 HCR 那这一章呢 它主要就是讲电路的 基本上就是硬件 然后我的电路水平 其实也比较差 我就是大学的时候 学过这个数字电路 后来就再也没 后来就再也没学过 反正我今天尽量 用我的电路知识把它讲好 反正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听来 对你有用 那你就听吧 如果如果不想听 那就不要听了 这个不听也没什么影响 就是如果你做软件的话 那大多数的这种现代电路技术呢 都是用这种信号线上的高电压 或者是低电压 来表示不同的位置 那在当前的技术中呢 逻辑1是用1.0伏特左右的高电压表示的 而逻辑0呢是用0.0伏特左右的低电压表示的 那其实我知道 那其实我知道 就是现在的我们用的英特尔和AMD的CPU 它的电压大概就是一点 一点几伏 然后 嗯 要实现一个数字系统呢 它需要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计算对位进行操作的函数的组合逻辑 然后存储器的存储器 存储位的存储器单元 以及控制存储器单元更新的时钟信号 那逻辑门呢 它是数字电路的一个基本计算单元 它们产生的输出呢 等于它们输入位置的某个布尔函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基本的逻辑门吧 一个是雨门 雨门它的 它有A和B两个输入嘛 然后它的输出就相当于A与B 嗯 那其实就是说 A和B如果都是1的话 那输出就是1 或者其他情况就是 嗯 输出为0 然后这个是货门 啊 输出等于A和B 那如果它们都为0的话 那输出就为0 那其他情况都为1 啊 这边是一个飞门 飞门就是 啊 只有一个输入A 然后输出等于 啊 A A的取反 好 那其实 嗯 这个就是 呃 这几个就是 基本的一个计算单元 啊 你更复杂的电路 其实就是用这些 基本单元来组合出来的 啊 啊 将很多的逻辑门组合成一个网 啊 就能构建计算快 啊 成为组合电路 那构建这些网呢 它其实是有几个限制的 啊 首先第一个 你每个逻辑门的输入 必须是连接到下数选项之一 啊 第一个是一个系统输入 那第二个 是某个存储器单元的输出 啊 第三个是某个逻辑门的输出 那两个或者是多个逻辑门的输出 不能连在一起 否则可能会使这个线上的信号矛盾 那可能会导致一个不合法的电压 或者是电路故障 也就是说 输出是不能连在一起的 输出必须要连到输入或者是存储器啊 这种 啊 这个网必须是无环的 也就是说网中啊 不能有路径经过一系列的门 而形成一个回路 那这样的回路呢 会导致网络计算的函数有奇异 啊 图4-0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简单的组合电路 啊 4-0是这样子 啊 它其实是 啊 两个雨门 是吧 两个雨门 然后这边是一个货门 那我们来大概看一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啊 你比如说A A是1 是吧 B也是1的情况下 OK 那上面这个 它的输出是1 下面 它的输出是0 因为经过了两个飞嘛 那1和0或 那 啊 输出 就等于1 也就是说A和B都是1的时候输出是1 那我们来再看一下A 为0的时候 和B为0的时候 OK 那上面是0 下面 是1 那 和 和出来之后 输出还是1 那如果A和B 其中一个是1 一个是0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面它是0 下面也是0 所以它输出还是0 所以其实这个这个电路其实就是检测 A和B是否相等 如果 如果A和B相等 不管它是0和1 那输出 它都是1 那其实你可以认为这个 呃 这个函数 就C也元里面这个函数呢 就类似于这样子 啊 这个不我 不我EQ EQ呢 它是等于A与B 或者是 啊 A的取反 啊 与B的取反 那只要你们同时 只要A和B同时为1 或者是同时为0 那它这边就等于1嘛 我们来看图4-11 那它是把S是吧 S 它做成了两个输出啊 一个是S的S的原来的值 一个是S取反 然后呢 呃 它们又跟 它们输出了之后呢 又跟A和B 呃 是呃 作为一个语 那其实 啊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吧 那呃 如果A S为1的时候 是吧 那这边就 那下面就相当于 A和A与 一和A与 那其实 呃 那上面就是相当于0和B与 那上面其实B就被干掉了 是吧 那这边下面A保 保留 那其实输出就等于A 那如果S为0呢 S为0呢 就相当于是把下面的A给干掉 然后上面取反之后 变成A 那就保留了上面的B 然后其实就输出 输出为B 那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 嗯 多路附用器 啊 多路附用器呢 它就可以根据你输入 控制信号的值 啊 从一组不同的信 数据信号中 选出一个 啊 那 那 HCL表达师呢 它很清楚的表明了你这个组合逻辑电路和C元中啊你这个逻辑表达师的对应之处 那它们之间是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因为我的组合电路嘛 是吧 它是由一系列的逻辑门组成 啊 它的属性呢就是你 嗯 输出会持续的响应输入的变化 嗯 如果你电路的输入变化了 那你在一定的延迟之后你输出也就相应的会变化 那相比之下呢 你C元的表达师嘛 它只有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 啊 被遇到的时候才会才会进行求值嘛 那第二点区别呢 就是C的逻辑器表达师呢 它允许参数是任意整数 啊 0表示false 那其他任何非您的值呢 都表示true 那逻辑门呢 逻辑门它是二进制电路 它只会对 呃 你这个位置0和1进行操作 嗯 那C其实 呃 C的逻辑表达师呢 呃 有个属性就是 它们可能只会被部分求值 那我们一般称之为 短路表达师 比如说这个例子 如果一个end或者是od操作的结果 只用对第一个参数求值就能确定 那么就不会对第二个参数求值了 那我们看这个表达式 它是a与非a 那其实说白了前面这个表达式 它一定是0嘛 是吧 一定是0之后呢 那后面就这个funk 函数funk它就不会掉用了 因为你前面为0 那我跟你 你后面不管你是0和1 这个结果都是0了 因为这边是一个雨嘛 所以后面就不需要求了 这个叫做短路表达式 通过将我们上面讲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门 那如果通过将逻辑门组合成大的网 就可以构造出能计算更加复杂函数的组合电路 那比如说我们能够计对数据字进行操作的电路 我们上面讲的一个位相等的电路 它其实只能有两个比特的输入 其实就是A和B 它其实只 A和B它只有一个比特 只有一个比特 好 那我们可以把它 用组合出更多嘛 是吧 比如说64位 那其实这样子组合起来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对64位的输入进行两个数 64位的两个数进行比较的一个相等的测试它们是否相等的一个电路了 那这边4-13呢 它是自己的多路复用器电路 我们来看一下4-13 其实一样的 它就是把你原来的复用 多路复用器 因为只有一个比特输入的嘛 这边给扩展成 有64个比特的 这样子它就能选择 选择一个64比特的这个字的输入了 然后呢 我上面我们这边上面其实只有两个输入嘛 A或者B嘛 是吧 A或者B 那我可能 要选择更多的输入 那其实 就是 你这个 复用器的电路 上面是只有只有一个比特嘛 那我这边 可以把它做成两个比特 那两个比特它就有四种 四种可能性嘛 00 01 10 11 那这样子 就可以 选择四个输入了 这就 这就是四路复用器 那如果你想有更多的输入 那其实一样的 就增加这个 增加这个 增加这个 啊 宽度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啊 组合逻辑电路 啊 它来 用来表示这个啊 算数逻辑单元 ALU嘛 ALU就是CPU里面负责运算的这个 啊 电路单元 那么可以看一下这 啊 几个表示 你比如说 哎 这个输入0 那前面这边就是会 产生一个X加Y的输出 然后这边输入1 这边就是X-Y 然后这边输入2 这边就是 嗯 X与 与 外 然后这边输入3就是X-X的核 输出就是X-E后外 啊 这边是一个4.24集合关系 这个我也没怎么搞明白 这个我们就不讲 好 我们上面主要讲的这个组合电路 那组合电路呢 它本质上讲 它是不存储任何信息的 呃 相反呢 它们 只是简单的响应 呃 输入信号 产生 呃 等于输入的某个函数的输出 那其实我们 呃 我们这种 嗯 计算机系统里面 光有组合电路是不够的嘛 呃 呃 我们其实还要有 呃 时续电路 呃 呃 然后还要有存储 存储信息的设备 呃 那存储设备呢 它都是由同一个时钟控制 控制的 呃 呃 时钟呢 是一个周期性的信号 呃 呃 决定什么时候要把心值加载到设备中 呃 呃 我们考虑两类存储器设备 那时钟寄存器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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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个字或者是单个位或者是字 呃 那时钟信号控制寄存器呢 呃 它加载输入值 那 那随机访问存储器呢 简称内存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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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存储多个字 用地址来选择该读或者是该写哪个字 那 那随机访问存储器的例子呢 包括 呃 你处理器的虚拟存储虚拟内存系统 呃 硬件和操作系统 呃 呃 结合起来 可以使处理器在一个很大的地址空间内访问任意的字 那第二个就是寄存器文件 呃 呃 那在呃 那 IA312或者是Y8664处理器中寄存器文件 有15个程序寄存器 那寄存器文件跟你这个内存的区别呢 就在于呃 呃 内存比较大 内存比较便宜 然后内存比较慢 那寄存器呢 它比较快 它也比较贵 嗯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4-16啊 它说明了一个硬件寄存器是怎么工作的 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啊 寄存器里面它是X 所以它输出是X 那这个时候它输入是Y 但是 它的输出并不会变 然后呢 啊 它不会变是因为时钟没有变化 然后呢 来了一个时钟的一个上升员 那这个时候呢 啊 你的输入才会生效 然后这个嗯 寄存器会变成Y 然后输出也变成Y 所以呢 嗯 所以这种这种电路就跟我们之前的那种组合逻辑电路不太一样 它 它需要有一个时钟信号的一个控制 它才会 啊 输出会 会受你输入的变化 啊 如果时钟 啊 时钟 时钟这种信号没有变化的时候呢 那 啊 这个 寄存器里面的值 是不会被你输入给 啊 影响的 嗯 嗯 那这里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寄存器的文件 它由于它受到一个 嗯 时钟信号的一个 啊 影响 然后这边是 啊 输入 然后这两个 是输出 好 那我们 嗯 这一节就讲到这里 好的 啊 啊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节再见 嗯 嗯